我今次講到這個主題 就是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 這句話很多人聽上來 神的旨意當然是好 但是我用兩個故事大家去想一想 首先我在這裡講一講我這裡用的方法 是發揚神屬性的賊經法 然後我們接著會講到這個神的旨意 什麼事激勵我今次講到這個跟從神的旨意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應該是跟從 但是真的有些人不是想跟從神的旨意 發揚神屬性的賊經法 其實有很多部份 不過有三個部份我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首先會盡量讓人知道神的屬性 即是神的那種喜樂 神的愛 神的智慧 神的關心人 神的計劃的存備 這個就是神本身的屬性 是祂本身的 然後祂會對人的恩典 包括我們以前講過的 心態 計劃 行動 祂會有這個心態想幫人 還有祂會有個計劃去幫人 還有祂會有行動去幫人 那為什麼要多說這些神的屬性和祂的恩典呢 是讓人看到神那種的美好 譬如神如何服侍我們 神如何幫我們 神如何照顧我們 神如何提升我們 即是祂的屬性是非常美好的 如果你在世界上遇到一個人 他是極度可愛的 譬如這個人真的經常都開心 很正面的 你跟他聊天 他又很關心你的 他又時時幫助你的 他又很有聰明智慧 你有什麼困難 你一跟他說 他立即有聰明智慧的提議 如果認識這樣的人 你會不會覺得很特別 他又經常對你好的 我們的神就是這樣的神 所以人越知道神的好 人就越是喜歡的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神的旨意 都會講到神的好法 而另外一點 我們在信息也會講到神的界明 就是神吩咐我們做什麼 還有如果不遵從神的後果或是懲罰 正面有講到這些 懲罰或是管教 就是神會被人的管教 好了 有什麼事情發生 有兩件事情發生 曾經有一個姊妹 她就說有人這樣教導 她就說什麼呢 任何姊妹有信心 神一定願給你一個丈夫 不過這很奇怪 她又信我 她又說我信 但是她始終都是沒有一個丈夫 沒有男朋友 那她就告訴我 我現在很憂鬱 還有甚至我懷疑神 那我就覺得 很... 即... 很吊詭 就是paradoxical 好像很矛盾 那樣 她又很信神有這個能力 但是當神沒有做的事 她又會懷疑神 而且她會很憂鬱 憂鬱 變成憂鬱 那個人變成憂鬱 不開心 就是她找我的原因就是她憂鬱 那我問什麼原因 她說因為曾經有人這樣教 那我問她 你是不是相信 我是相信 不過... 我這樣祈禱 我有信心 但是我始終沒有一個丈夫 始終沒有一個男朋友 那我就... 就是我嘗試跟她說 就是告訴她 不是一定結婚的 就是... 不是每一個人都一定結婚的 那... 並且神可以賜給人 有... 喜樂的婚姻 也都可以賜給人 喜樂的單身 但她接受不了 她只是說 我只是相信 我會將來有婚姻 不過我現在沒有 那怎麼辦呢? 我現在憂鬱怎麼辦呢? 嘩... 你那個意念要改變 你不改變 你會一直憂鬱 為什麼呢? 你一直覺得 一定要有個丈夫 而一直都沒有的時候 你就一直不開心 那... 這個原因 她的信念有問題 就是... 事實上有很多姊妹 她都很有信心 她們都沒有結婚的 那... 她的信念有一個問題 我都問她 那... 我看到這麼多姊妹 她又沒有結婚 她們沒有信心啊 那... 她又不見得很有信心 其實... 她的信心在哪裡呢? 神會做我想的事 就是... 我信靠神是最好的 你信靠神是最好的 你便會放鬆 就是... 我相信神很好的 祂就會放鬆 但祂就是不放鬆 那... 我就跟她說 哇... 神很真實和全能的 神在你身上有期限 有計劃的 有很多有信心的姊妹 都沒有結婚 那... 你結婚或者單身 都可以充滿喜樂 那我就... 就是這樣... 騙導祂 但是呢... 但祂只是想著什麼呢? 如果神是全能呢? 祂呢... 祂就有信心 神會預備伴合 即祂的心就是想著 有信心呢 就是信心神會做祂想的事 神... 祂有信心神預備伴合 神一定會預備伴合 但是呢... OK... 這裡寫錯了 就是... 但是因為祂沒有... 沒有配慚 於是祂就低醜能 就懷疑神了 即祂的情況就是 祂堅持 神一定要這樣幫祂 但是呢... 結果在法國沒有的時候 神是幫人的 不過是否照你的方式 最主要就是祂是用祂的旨意 祂的心意 來到說神你是... 如果你是全能和愛我 你應該這樣做 好了... 有一個重病的人呢 那呢... 他... 即是跟我聊天關於他的病 那我就跟他說這幾件事 我說神很愛你 神呢... 心未有其妙的計劃 你越親人神越輕鬆 就越得醫治 即是你越... 在病之中呢... 你好像若無其事 因為神照顧我嘛 你得到醫治的機會越強 你越擔心呢... 越是說我一定要好 就越猛越急 反而你未必會好 還有我說無論發生什麼 神都照顧你 這句說話 他不合聽 無論發生什麼 即是說如果醫好 他接受 不過如果不醫好 他接受不到 即是他一定是神 要做祂想做的事 那... 而聖經是有講到 有不同的人是... 沒有醫好的 並且有聖靈的能力 保羅自己都說 他說他初次傳呼吸去加勒泰 是因為他有病 提摩泰屢次患病 所以省眉不走 而那些忽提病 都差不多死了 即是... 都講到 跟保羅周圍的人 都有... 即是有病 即是說... 不是因為他們常有病 而是都會有人有病 那時候呢... 就... 不是一定... 性靈充滿 或者跟神有好關係 一定不會病 譬如宋上節 那他都是跟神關係很大 但他都一樣有病 好了 那這個人 他不想聽到無論發生什麼 因為為什麼呢 無論發生什麼 即是可能是會... 即是病沒有康復 那他就覺得很難接受 那他... 即... 我愛我神 照顧我神體 但是他說神一定醫我 那如果神沒有醫他 那他就覺得... 神沒有照他的心意去做 即是... 這個宣告 和我們所教的宣告是不同的 即是當他就說 神... 要給我丈夫 神會給我丈夫 神會給我丈夫 他是想得到神 即是... 他想神給他的東西 即是... 他用他的心意 來想神去完成 這樣的時候他未必會... 未必會... 即是得到 並且呢 即是... 我也聽過有些人這樣的 他有一個人和他祈禱 那那個... 那些報道家又會這樣教他 你的病已經好了 你一直相信回去 你的病好了 不過明明是沒有好好的 是明明那個病 是醫生都說 是有病 還是有病 但是他又一路相信 他說那個報道家告訴我 你要相信神 已經治癒你了 他重點呢 就是去了神醫 而不是神愛我 他重點去了神醫他 他可能一日發覺 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甚至他要離世的時候 他就說 神為什麼沒有做 這個是我們告訴神 你一定要做什麼 所以呢 我們要分清 到底神的子醫 和人的心意 是有什麼分別 他就在那裡宣告 神一定醫我 還有他認為信心是什麼呢 是信神醫治 這個跟我說的信心不同 這個人未必相信神的子是最好的 就是他覺得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神的子呢 可能我又病又死 就很慘了 就是那種心態 就是覺得 神是不好的 神的心意可能不好的 就是好像怎樣呢 爸爸要個兒子 要怎樣成功 有個兒子可能不喜歡 他想個兒子做醫生 兒子可能不想做醫生 於是就覺得 哇 爸爸的心意真的 硬強迫在我身上 就是甚至有些人會這樣想 神呢 就是強迫他的心在人的身上 他未必是最好的 就是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 神呢 就好像 侯母那樣 他只是想控制你 想你要做什麼 但他不是真的把最好的給你 當人有這種心的時候 他的祈禱是會這樣 神啊 你快點忍我 你很慘 他的祈禱會是 注目在他也得到的 神啊 你快點為我預備丈夫 而不是他說 神我知道你愛我 你體重我 你關心我 你一定在我心裡有祈禱計劃 因為這個祈禱計劃 不是一定順利的喔 這個祈禱可以是 他有困難 譬如一個人沒有結婚 他一樣可以榮耀神 好像蘇羅 保羅 他是沒有結婚大臣 會使用他的 譬如 戴德森 他曾經有病 他來中國宣教 他後來有病 他回到英國 但他在英國的時候 其實他走 他的腳有問題 他就躺在床上 後來他就回到英國醫治 但他沒有想到 就是他躺在床上那幾個月 是他帶領更多人去做宣教師 因為有很多人來找他 他的床尾就擺在中國的地圖 那些人來到他 就會分享關於中國的事 他那幾個月 帶了很多人去做宣教師 神做事 有時候 我們不知道他怎樣做事 所以我們是接受神的愛 不是接受神要令我 有錢 有結婚 有生兒子 有順利 那我呢 神的旨意才是好的 那這一種的觀念 是一個好創的觀念 那見到他一生呢 就是神 你要fit我的心意 就不是我fit在神的心意 他就覺得 神總是有些不好的 這種心態的人呢 他只會覺得神 沒有將最好的給我 所以神其實就不是對我好好的 那我所說 譬如我自己對於有病 我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我心裏面 真的我自己有這樣的 心理的準備 我不是說 這件事一定會發生 但是我就說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病 甚至有很嚴重的致命的病 我都說不要緊 因為我心裏在神的手中 如果神要我快點回去 那我就快點回去 如果神給我一段時間 在病的之中 我都看到我親近神 在病的神的時候 又起落又平安 又永遠要神了 那如果神醫好我 那又感謝神了 如果神沒有醫好 我又感謝神 不要緊 我又上天堂 或者在那些時間 人都看到我很平安的 這個就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 而經常有神的同在 這個人呢 就會有平安起落 人很喜歡相信什麼呢 神一定醫我 神一定為我預備配偶 神一定解決我的問題 神叫我凡事順利 這個就是人很想相信 神的旨意就是這樣的 即是信你就是神的旨意 不信你就是神的旨意 但因為 世界上人有罪 所以必然 不一定是這樣的 那人很難相信什麼呢 神是祝福順從他的人 即是說 你順從他 他一定要順從他 即是 很多人就不喜歡順從那個法律 他不喜歡 要我們順從 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就是交給我們 還有很多人 未必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他覺得 你要求神將最好的給你 在我來說 我一樣是親近神 我是相信神已經想給你 最好的 我是親近神 倚靠神 相信神 祂就會將最好的給我 我不是求神 即是 神其實不是很好的 祂只有八成好的 你求一求 祂就升九成 再求祂就升十成 那祂將十成的好東西給你 即是好像我們用祈禱 來將神改變 在我的看法 聖經裡面 聖經裡面 詩篇一百三十九年 第十六到十七節 那裡講到 即是 即是 你所頂的日子 我上未到日 你已經寫入你的賊上 即是神已經寫完 這個善良 純存可疑的字 已經寫完 他已經定義給我們的 是一個好到 超乎我們想像 不過我們人 為何得不到呢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在怨虐和罪 所以得不到 但是我們越走在神的路上 越輕鬆 就越得到 為神一定 照顧順從的人 神無論安排什麼 都是最好的 有些人 真是為宣教而殉道 都是最好的 那你說有沒有搞錯 譬如在韓國曾經有人 就是 宣教死了 但後來 就引致 韓國很大的復興 都是因為有人 都是因為有人 在宣教的時候 被人殺死了 以至 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力 以至很多人 能悔改順主 那這裡講到 神的說話 來安慰我們 生命紀33章25節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神答應了 你的力量 你的日子怎樣 但這個日子可能有辛苦 但是神的力量 都是怎樣 他會救你用的 神的力量救你用的 高隆德後書12章7節 這裡講到 其中一道 講到撒旦的差異攻擊 我們看一看這個上文 一起讀一下 有恐怕 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 就過於自高 所以有根次 加在我肉體上 就是撒旦的差異要攻擊我 免得我過於自高 這是我三次求過主 要這次離開我 他對我說 我的恩典夠利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 就是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 夸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浮避我 這個叫浮避 這個經文所講到 就是講到很久 他得到很高的啟示 很高的啟示的時候 他就有一根刺 加在他身上 到底這根刺是什麼 有些人就說是病 或者他身體上有些 不完全的地方 或者有些什麼 不是他想的 他就會說 這個是撒旦的差異攻擊我 但這裏這樣的上文 又講到 因為他得到的啟示甚大 那是否 神叫撒旦的差異攻擊他呢 我們知道 其實神是不會去叫撒旦做事的 而撒旦是會自動做事 不過神就使用撒旦做的事 來叫保羅謙卑 譬如說 我們有很多人長大 都在一個很困難的情況 在很困難的情況長大 那些困難的情況 有時候會叫我們更加依靠神 更加知道我們需要神的力量和幫助 那這些困難呢 就令到保羅知道 我不能夠靠自己 我不是那麼厲害的 我是要依靠神的 那他為這件事 他三次求過主 要這個次離開 但是主就說什麼呢 我一起讀 我的恩典夠利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面也完全 即是神的恩典夠利用 他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面也完全 即是你幾月都好 神的能力夠利用的 讓我們看到的就是 在保羅的情況 他是受攻擊 但是他不怕 他不怕 他不覺得恐怖 因為他在神的恩典之下 但是很多人就不 有病 你有沒有結婚 或者有什麼困難 他就很擔心 很不開心 其實我們是可以說 神一定他的恩典夠利用 我的日子如何 我的力量也都如何 即是神一定跟你在一起 而聖經這裡 聖經1.8.39.16 講到神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都已經寫在你的策上了 神啊你的意料向我何等寶貴貴 何等眾多 所以神可以叫人怎樣呢 有美滿的婚姻 美滿的單身 和美滿的單身 也都可以有快樂的健康 和快樂的疾病的狀況 喜樂的疾病的狀況 譬如中國出名的蔡蘇娟 暗室之後 他經常都在房間是暗的 他經常都有病 他不可以 他走路會擺擺擺 即他不能夠平衡的 但有很多人去探他都得到幫助 即他在神裡 他時時親近神 所以有很好的見證 即是說 在病之中 都可以有美好見證 大家都聽過 有些 譬如美國 有一個人 叫Nick 又沒有手沒有腳 應該以為一輩子 很痛苦 他沒有手沒有腳 但他又不是 他起初是 但後來他看到神的恩典 他就在沒有手沒有腳之下 他都是喜樂的 並且鼓勵很多軟弱的人 譬如其中一個女性 她的姊妹 她就由水插水 插在池底 結果 手不能動 用腳來畫畫 有沒有印象 也是一些好的見證 即是說 人在困難之中 神可以叫人 在這些事上 能夠榮耀神 你會說 那是否神令到他有這個病 然後跟著 使用他呢 其實病和意外 是人類犯罪之後發生的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意外 疾病 各樣的事 但神就會在這些困難 的情況發生 神會幫助我們 有些人會說 不如神不要叫那個困難來 即是神難了那個困難 但因為人類有罪 所以譬如你家庭的困難 會不會沒有了 不會的 總有的 但你可以在困難之中得到幫助 所以我們對於苦難的看法 不要覺得一定是要 神一定要拿走苦難 我才叫得福 好 其實很多人是甚麼 哪有更重要的 是我的心願 不是神的指 他們對於神的指 是有一個負面的看法 是不是那麼好的 不過是苦茶來的 是苦茶 神給苦茶喝 很苦 不過苦口良藥 對我有益 很多人就會覺得這樣 但其實神不是想我們這樣有的 而所有一切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 都屬耶華 都是神所掌本的 我們接著會看一些 神的旨意的經文 以乎所說 即是讓我們更明白神的旨意 以乎所說 一章十一節一起讀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經驗 者原時那位隨己意行 做辦事的 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 好了 我們先去看經文 我們在他裏面 得到神給我們的經驗 即是神的經驗 在底下寫出來 包括永生 神的愛 照顧 計劃 恩賜 事奉 賞事 很多的產業 這個是 那位什麼神呢 隨己意行 如果普通人 很多人就會不喜歡這句說話 他經常都是 隨他自己的心意做事 即是很多人來說 是覺得不好的 但是神呢 他的心意 他全部都是祝福 和最美好的 所以神隨己意 也都代表什麼呢 他做的事 是按照神的心意 不是人的心意 不是人所想 但是神的心意 你想改變神的心意 是改變不到的 所以 耶穌和保羅說 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很多人就用腳踢刺 我要得到這些 我要得到這些 但是呢 其實 敵黨這個神 是照祂的心意行事 因為全世界在祂手中 祂什麼都是照祂的安排 祂照祂的心意 但是這個心意 是會成就很多美好的事 去拯救很多人的靈魂 更新很多人的靈魂 那呢 隨己意行 做萬事的 全部的事都是祂手中的 照祂的旨意所如令 祂全部都一早已經如令了 祂會怎樣做事 那這個經文 給我們看到 神是對於前途 完全的掌盤的 這個世界怎麼做法 祂完全掌盤的 那這個神的屬性就是什麼呢 祂有最高的旨意 就是神的旨意 是最高的 是沒有人能夠超越的 是沒有人能夠抵黨 祂是除祂的心意行的 祂除了祂的旨意做萬事 就是萬事都是在神的手中的 而祂的恩典是什麼呢 祂就會給我們很多禮物 大家想想一下 世上哪個人有好有權呢 通常來說 那些人就會說 政府很大權 不過當時這個說到那些極權國家 在民主國家 政府其實只是執行國家裏面的東西 不過他都是有權的 那有些人說 那些有錢很大權些 有錢的人 他的權力很大 如果有一個很有錢的人 他能夠掌管很多東西 這個人為你預備你的生活 那你就說 哇這個人真是 他很有權力 譬如他和那些學校講 你又可以進到那些學校 他和你安排的工作 他和那些人講講 又說為你預備你的工作 那你覺得這個人很有權力 但是我們的神 神權力大 因為這個人大 神大 他是甚麼事都按他的心意 沒有人能夠逃脫他的心意 即是沒有人能夠逃脫的 這是另外一個講到神的意念的經文 而是你不在書中的那章十一節 而是話說 我知道你向我們所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是似平均的意念 不是放災的意念 是叫你們沒陷有指望 其實這幾個經文 大家都可以記錄下 其實我的教導 都是用了很多心機去研究去查 去查考聖經 還有懂得怎樣查 因為本身我有這些聖經的根底 所以可以查到 有時如果別人跟你講歸神的指 你可能都不知道說甚麼 但是當你把我所說的 寫成為一本寶 有一本寶 將一些主題 讓那些經文寫下 你將來用的時候 就不好用 那神說 我知道我向你所懷的意念 是甚麼 是似平安的 不是降災禍的 即是神不是降災禍給人的 是叫你有指望的 有盼望的 即是神給的都是好 不是不好的事 是人 因為人想要某些人 以為有某些人才快樂 這樣的時候他會失望 但如果他深信 神給我的總是好的 他的心裏就會有信心 那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神是祝福的 他不是給不好的人 而神的恩經是甚麼 一起讀 神向滿懷 賜平安的意念 神賜人盼望 神的計劃是直到末日 就是說 祂是給人有平安的 有盼望的 還有一路到末日 在末後有指望 即是我們 對於我們前面的腦 是有盼望的 很多人 其實不知不覺 是對於自己的心裏 沒有盼望的 即是譬如 怎樣沒有甚麼盼望 我將來 我份工會有多久呢 我家庭會怎樣呢 我又沒有結婚呢 我將來婚姻會怎樣呢 是好的 你是沒有甚麼指望的 但當你走在神的路上 你是結婚的話 神是會祝福你的婚姻 你聽神的話 神會令到你的婚姻 是非常美滿的 如果你未是那麼美滿 你一步一步提升 你就可以那麼美滿 你未結婚的 你是尋求神的心意 為你預備那位 你預備那位的時候 你走神的方法的時候 你的婚姻就會走在最好的 即是每一個 走在神的路 這個神的旨意上的人 都是最好的 你能夠相信 神的旨意就是最好的 人的旨意呢 人是周時就會 很多東西是計劃錯誤的 即是你想做一件事 計劃好 但未必照你的心意 《俄馬書》十二章一節 一字讀 所以提起門 我以神的慈悲於你們 將身在現場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 是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今生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順全可起的旨意 這個形容神的旨意 是神的 善良的 是良善的 是對人好的 順全的 是完美的 是可起的 是神喜歡和人喜歡 即是你會喜歡的 你走這個計劃 你會喜歡的 即是我很喜歡走在神的計劃 我真是很喜歡 我個人又開心又享受 我周圍的人又無福 我去到那些地方有無福 去到那些地方的人又覺得得到幫助 即是整個人 每一件事我都覺得是好的 雖然我有一些困難 但我覺得不重要 我都是一直不斷地祝福到人的 這樣的時候 這個真是一個 周圍的人喜悅 我亦都喜悅的 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就是神的旨是善良和可喜悅的 就不像有些人說 好像後母那樣 神的旨是最好的 就算是沒有結婚 當一個人沒有結婚時 他經常都埋怨 我要結婚 我要結婚 其實這就是世界價值觀 他就失望 失望就低沉 低沉又不開心 我相信耶穌又不結婚 又不開心 其實是他的看法 以至他見不到婚 他成為一種痛苦 這就是他整個人不開心 但如果他說 我見不到婚 但我可以自由是福 我可以這麼多時間 榮耀神 而神是祝福和賞賜 那他的心 就會有很不同的態度 但的而且有很多人 是受這些困難的 那神的因是甚麼呢 神是為人預備 一個善良可喜悅的旨 這裡說到他 他本身的質素 和為人預備 他的質素呢 他的旨意是美好的 是善良的 而他對人呢 就是將善良的事 為我們預備 而這裏也有個界命 即是這裏我沒有寫出來 就是甚麼呢 不是每個人都自動得到的 他已經預備了 死去天上了 誰人得到呢 就是將身體獻上 當作緩世 沒有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你就會走在這個子意裏 所以我們想神的治意呢 就想到是好到不得了的 我用一個比喻來比較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特會呢 有一個很強烈恩高的人 那些人 湧到他 排隊去 排長路 哇 未到終已經去定 那就很期望 有很大的恩典 有沒有聽過這些情況呢 但是呢 發覺這些人呢 他不會排長路等著神 我們現在去七天神 他們那個注目呢 在眼裡看到的東西 即是我想得到 我想得到這些東西 就好像覺得很難得的 恩公是很難得到的 所以他們呢 就會一早排成隊 哇 有些甚麼聚會呢 這裡 一又去一個 第二又去第二個 因為覺得呢 是眼看得到的 這個恩典更加大 但是其實是神話了給人的嘛 為什麼人對於神的恩典 就不是那麼渴慕的 對於人給的東西呢 就很渴慕的 神那麼喜歡我們 那些人又不是那麼渴慕的 但是有個女仔 有個男仔喜歡的東西 就渴慕得不得了 那這個就是 人總是看人 就不是那麼覺得神那麼美好 好了 接著《以法所書》五章十七節 不要作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自然 這裡有個對比 一邊是糊塗人 一邊是明白主的自然 那即是糊塗人 就怎樣呢 就不明白主的自然 明白主的自然 就是甚麼人 聰明人 聰明人 這裡就讓我們看到 不明白主的自然 就是糊塗人 就是我所講到 這個人 他很想結婚 整天都不開心 其實也都 我不知道他是斷章取義 講這個牧師所講的 牧師所講的 到底是他說 你有信心 祈求神會給你 還是 還是 是說 姊妹 你有信心 你一定會結婚 那如果真的有人這樣說 我真的覺得 是很有問題 因為他會令很多人 會有一種假的願望 但其實 當我們講到 你所祈求得到 我們都要用聖經 另一個真理 就是講到 我們按照神的心意 只以祈求的必得著 即不是說 你妄求 你說 神啊 我是要有一個 比別人的太太 我要有一個 有錢的別人的老公 即是他用他的方法 說 我有信心 一定得到 我一定要得到一個 很靚很靚很靚 最靚的那個 那個我才要的 那時候 他到底是網球 還是他 即是 是不是有信心 你網球都會得到 還是按照神的心意 即是有信心 就是說 我相信神是最美好 所以我祈求的 我是按照神的心意 神一定將它最好給我 但有些人也有一個 負面的看法 對於按照神的心意 也有些人對於按照神的心意 有不同的意思 甚麼意思 他說 他有病 是呀 神的子 這樣便死了 這樣便 這所心意 又不是我想說 而是說 我親日神 我喜樂 興賊 更能夠神的同在 令我舒服 更能夠健康 和能夠這個病 走掉 到底神做多少 我不知道 即是我也不懂得解釋 為何 聖經裡面都有一些人物 這麼有聖靈的能力 但他們都不得醫治 這就是世上仍然有的困難 但我們不要將聖經扭曲 就一定是按照我們的心意 好了 這裏糊塗人 就說 神的素食是甚麼 神的子 是不糊塗的 是最聰明智慧 你看自然界也是 當人們殺了動物 才發現這些動物很重要 很簡單 譬如很多樹沒有了 雀鳥沒有了 見到甚麼很多 蟲 人們就發覺 原來雀鳥是滅蟲 將很多蟲殺死 以致這個世界 不會滿了蟲 如果這個世界 那些樹斬了很多很多 雀鳥沒有住 那些蟲是會多得很厲害的 這樣的時候 這個世界是很難住的 隨口隨便都是 蟲飛過來的 這個都是神的智慧 這個世界上 每一樣東西 每一樣東西 這種生物 都是神所設計 神設計 都是最完美 很多人去研究這些生物的時候 有時候我看 這個National Geographic 我都覺得 神真的很奇妙 很奇妙 譬如他講到生物 譬如那些候鳥 飛 很長的路 他飛到那裡 剛剛是那個季節 不知道哪些 乳產卵 接著他又吃了一輪 接著飛飛飛到那裡 又有什麼食物 有些東西都很奇妙 譬如那些海龜 很特別的 很多隻海龜 一起回到他的老家 是同一晚 怎麼約定 這麼遠路發什麼訊息 為何會同一晚 那些海龜 回到那裡 於是 那些龜 呼發的時候 是同一晚 一堆龜 出來 所以那些 有些動物 吃的時候 那些動物都知道了 不知道怎麼知道 知道了 可能要呼發了 全部都走去 很久 都這樣 噔噔噔 那些電影就是這樣 噔噔 都這樣 怎麼知道 但是因為他數目很多 他總是有些人落到海裡 那些都是神很特別的安排 怎麼放在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三文魚 因為他懂得 從那麼遠路回到他的地方 而回到他的時候 又養活了不同的生物 這些都是神很 他計劃那種 就是那種不糊塗 很完美的 如果神是糊塗 就慘了 神是糊塗 那些亂了 一會兒就 很隨意死一種生物 但其實現在死的不是神弄到 是人弄到他死的 因為神的子是罪不糊塗 所以你想一條命好呢 你就找神的路 就不要找人的路 你用你的計劃 你說我要追到這個女仔 我要追到這個男性 我要得到什麼什麼 我要得到某一個侍奉崗位 有些人是這樣的心態 我要得到哪一個侍奉崗位 他不是說我要侍奉神 我要得到哪一個崗位的時候 他是為了自己 這樣的時候 他反而得不到 但是你的心就是我要祝福 祝福人 按照神的方式 神就一定喜悅 好了 那神的子義是什麼呢 就是神對人是有很好的子義 是一個最智慧的子義 而神的界面就不要糊塗 要明白神的子義 和尋求神的子義 就不要尋求自己的心意 尋求自己的心意就好不行了 馬太六章三十三節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者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這裡就講到神的屬性就是神 看重他的國度 他能夠掌管一切世上的事 這裡我沒有用子義的字 但是他是掌管一切 這一切都是神的手中 他的子義就是你順從他 你先求他的國 這一切都要加給他 神樂業他的恩免 他樂業給人 我們有責任關注神的國和他的義 這一切都會加給你 那你能不能夠像這裡這樣講呢 神的心意最重要 其實這個就是聰明了 神的心意最重要 因為我的心願總會出錯 但是我的心願神就會 在這個過程中 就會比我更好的 正如我自己說 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 我是打算不結婚的 我打算就是 一直帶著行李四位去 那我後來現在才知道 是不走得通 因為為什麼呢 我發覺去的地方 那些食物太過不好 那些質素不好 我去完回來 是會生一點點 就是那些毒素排不到 那神就有他的美好的旨意 神美好的旨意 讓我能夠有現在這個婚姻 能夠也都不是我追求回來的 是神為我安排的 那讓我能夠有這個 這麼好的婚姻 又能夠提升我的生命 讓我能夠活在神的愛 和人的愛中 又能夠在他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怎樣能夠更加 personal 對人更加 personal 更加回應人的需要 這些都是神在我生命中 他那個美好的旨意 我想問大家 你覺得 你是不是覺得 你已經走在神的心意呢 你在有什麼事上 是你沒有走在神的心意 以至呢 你經常覺得 好像你的生命活不到出來 當你走在神的心意 他就一步一步 全面走出來 而神的心意是全面性的 有些人很願意侍奉神 但是他的家庭就破裂 即是不開心的 那神的旨意會不會這樣呢 你一世侍奉神 但是你經常都吵架在家裡 神不會這樣 神的心意是 你能夠侍奉神 你和家人的關係是好的 讓他們都看到耶穌的恩典 然後慢慢他們都能夠跟你同心 這就是走在神的旨意 我們每一個人都自己反省一下 我們的生命 我們其實 我們的生命在走的路 有沒有一條路呢 此意即是有一條路 神有一條路 其實我一直都看到神的路 是給我很奇妙 譬如今次這個 傳道人他告訴我 他說他看了這個教導很好 很想他們學習 我說你們的神學院 聖經學院是根據那個 和另一個聖經學院掛勾的 在一間大學裡面 掛勾都是學系統神學 現在我學教他們 就不是系統神學 是教怎樣實用應用出來 那會不會 那些人都是幫助我 就是他們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要求 為什麼我們學那些 應用不到出來 那我覺得就是 神已經放在那些人心裡面的意念 然後當我一來到教的時候 他就覺得 哇 已經適合我們的需要 也都是我們需要的 那他告訴我 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能夠幫這班人 被聽不只是幫這班人 就開我的眼睛了 這個就是神那種 開我的眼睛的能力 我就看到 原來我就可以 將來去這些不同的地方 他們願意做一些聖經學院的 我就去到 將這些教導 用了他們的語言翻譯 錄音錄影 然後寫文字給他們 那他們便可以 應用在他們的地方 因為事實上有很多人 就是他們會有教導 是很神學 但是他們還未懂得 這樣應用在他們的生活 如何處理生命 如何活在神的愛中 充滿喜樂 充滿能力 充滿信心 相信神是最好的 於是事奉的仇 很有喜樂 很有平安 有方向 並且有能力改變人 為人祈禱 輔導他 整個人改變 我覺得是神一路預備給我 其實這些教導 我不是一下子有的 我是在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神給我一段時間 是比較安靜 沒有那麼多事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立即運作 是幫了很多人 但是神給我一段操練的時期 這段時期幫我學習 怎樣處理生命 但是這個處理生命的時候 我還未曾有這些教導 那這些教導 是當我回來香港之後 我開始教的時候 神給我一些更好的意念 我一路把我的組織 首先寫了《輕心得性》 後來寫《法用神》 《屬性》《港道法》《查經法》 《經歷四年報道法》 我早就已經有了 和神的角度看賣物 如何輔導人 當然有很多 即是輔導和如何為人祈禱釋放 靈的釋放和魂的釋放 不要只是做靈的釋放 那都是神一路這樣教我 然後將它寫出來 那我想說 就是神是有一條路的 有一條路 有一個子義的路 而祂就會給我機會 給我去寫 有機會給我用 然後又給我修改 當我輔導人的時候 我一路修改 如何將它更加簡單 能夠實用出來 那可能大家說 這個是你而已 不是我 但是你看到神在我身邊做這件事 祂都可以在你身邊做不同的事 第一呢 如果你中間有人有心 你可以和我一起 就將這些教導學習 然後跟著傳開 當你傳的時候 你發覺 真的有人會改變 不是 因為已經有教導 準備好了 這些教導其實有很多 是因為我多年的根基 在聖經裡面有根基 很多年以來 分析聖經 明白聖經 所以當我有這些經歷的時候 我就能夠將它寫出來 所以你是將我的心血寫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一下子就用得著了 那我希望大家都說 可能中間有些人說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熟練 在我開始講導的時候 其實我還未做牧師 那時候我教書 但是我已經想使用神 我在聖經大學之前 有一年就在一間基督教學教書 也是神安排的 神安排 讓我知道這間基督教學 我就去那裡教書 這一年給我很大的提示 也那一年有機會去講導 還有訓練很多人 去傳福音 去跟他們查經 就是給我很大的操練 但是那時候我信心主 是三年的時間 但是我已經預備好我自己 那我就立刻在那個學校裡面 就發揮作用 那其實大家 不是一定要等到你做傳導人 你現在有信心 你有信心 你放膽踏出來 就是你不怕死 講到耶穌怎麼好 有些人說聖經 他不一定要很懂聖經 他就是他心裡面火焰 那譬如其中我跟這位姊妹 去宣教的時候 我發覺有一件事 神給他的因子 他一直跟我說很多東西 他有很多意念物 說給我聽 那他最近又試過分享 他又想去寫出來 那這個都是神給他這個心 他懂聖經不是很多 但是他就把他懂的東西 能夠認出來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並且不只是要排隊排到你才做 整天預備好 因為我以前就是事鳳那時候 一個星期 我試過講成十篇都有的 講不同的教導 講得多自然就熟悉了 那我希望大家 你尋求神的心意 神的最高旨意 如果你生命中有些什麼破口 你就問神 到底我怎樣去堵住這個破口 我怎樣行這個完美的計劃 並且有些什麼在你的心目中是困難 你千萬不要埋怨 神為何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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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你的計劃這樣 神的計劃就是在困難中 我們得性有緣的 阿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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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討告 密想就是神 我那條 我的命 那條路是怎樣的 我向前是怎樣的 我現在 你可不可看到 我之前一直在走一條路 我走到怎樣 你怎麼讓神改變 走到今天來到這裏 是否有神有個目的 怎樣想使用你 我希望大家去思想去回應神 神啊 我們每一個 只要我們肯走在這條路上 你想像可以怎樣 我用一些圖畫給大家想像一下 有一個列車 一路走 你走過你只要一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列車是一路帶你向前走 這就是神的旨意 那列車是一路向前走的 你自己走呢 你走來走去都會 彤彤轉谷花園而已 但你一上這個列車 你發覺你的生命從此不同 你的生命向前就一路提升 你整個生命提升 當神看到你的心的時候 祂自然會使用你 哈利女人 親愛天父一起期待 親愛天父 感謝你 因為你有一個最完美的計劃 這個完美的計劃已經寫在天上 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說神啊 你為何不將最好的給我 為何不將多些錢給我 為何不將最好的配偶給我 為何不是醫治我所有的疾病 我們不需要擔心 因為神已經有了最好的計劃 最好的子已經全部寫在這裏 已經定義祝福我們 求你幫我們有信心 是信心甚麼呢 信心神是最好的 神的計劃最好 不是信心 我得到我要的東西 不是信我要得到我要的東西 這個就是自我 不是基督教 不是耶穌 而是自我追求甚麼東西 求耶穌你幫助我們 注目在你那裏 求神你感動我們 讓我們看到神的路如何開路 神如何一路帶領我 如何向前走 神啊 你在我生命中有一個奇妙計劃 求你帶領我向前走 走在這個完美計劃 將我生命極度的提升 提升到你的計劃 當我們進入這個計劃 無論一個怎樣如絕的人 神會簡選如絕的人 叫智慧的羞愧 神會簡選軟弱的人 叫光強的羞愧 我們怎樣如絕 怎樣無力量 都可以成為多人的祝福 哈利多人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求主你的火焰 聖靈的火焰 燃燒賀你的心讓 我們心裡火焰 神啊我要回應你 神啊我要聽你的話 要走在你的路上 多謝耶穌 感謝主祈禱 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好 好 請問大家有沒有人 當你聽到這個訊息 哇 你說 神已經有條路安排給我 我看到這條路 很想怎樣走上這條路 神有沒有在你的生命中做工的 如果你想你可以出來分享 神如何將你一路提升 是將你放在這個子裡的 是將你放在這個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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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